該用哪一種兩種正義 表的配分類有不同 這個程序上的瑕疵 在法律上可以扶正 所以法院并沒有 扶回到原來不予換造的實體理由 就是違法呀 怎麼會是程序瑕疵呢 羅秉承他所說的話 連大一的法律系學生 都可以撥回他 更可笑的一個發言 哎呀如果你按照原來的標準的話 那你也不會過 那你就應該可以把原來標準 審核出來的結果 送到法院來也正好啊 任何一個人進入到了政府機構 要說謊話的時候 他就可以践踏自己的專業 遏制非常的可惡 先講一下這個判決的部分 還有這個行政院長的這個發言 基本上面來講 剛才蔡委員為什麼會說 懷疑這個羅秉承是法律系畢業的 我覺得他有一個 很嚴重的一個問題存在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因為呢 中天提出來的這個請求呢 是三項請求 結果呢民進黨就犯了他同樣的一個毛病 就是喜歡呢 去誤導社會大眾說 你看喔他的三項請求呢 只有第一項撤回原處分的準呢 另外兩項沒有準 所以表示什麼 中天沒有道理 但事實上絕對不是 觀眾朋友知道 他的第二項呢 就是直接準與換照 直接準與換照 那為什麼這個行政法院他沒有辦法直接判說 直接準與換照呢 因為他講得很清楚 你當初在做原處分的時候 是你適用了錯誤的審查基準 所以你真正要審查的話 你要按照對的審查基準去審查 那對的審查基準都還沒有審查 怎麼會有結果呢 對不對 所以法院沒有辦法直接判說 準與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對的審查基準 你根本連審都沒審 所以不會有 這個到底可以還是沒有 法院也沒有資料啊 那第三個呢 對於損害賠償的部分 為什麼法院沒有審的原因是 到底你可不可以準與換照 它是一個問號 你必須要先確定說 如果中間是可以換照的情況之下 那當然損害賠償就會去討論 但問題是說 你還沒有根據新的審 怎麼會有 對不對 可是最可笑的一點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 蔡委員質疑的就是說 如果你是法律系的人 你應該知道 當你用審錯誤的審查標準 來審查的時候 他就是違法啊 是啊 他怎麼會是程序瑕疵呢 對不對 如果是程序瑕疵 沒錯 他就是補證啊 可是問題是哪裡有在判決之後 你才要補證的呢 沒有補證的問題 那所以才 另外一個更可笑的一個發言呢 是他講說 哎呀 如果你按照原來的標準的話 那你也不會過 那如果按照原來的標準也不會過 那你為什麼不把原來的標準 那表示你已經看過原來的標準 你的委員也討論過了 那你就應該可以把原來標準 審核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子 送到法院來也正好啊 送到法院來的時候 法院就有資料 就是看直接是準 還是準以換照 還是不是 所以你從這些的邏輯上面來看的時候 你就知道 行政單位 行政官員 尤其是法律人呢 做這樣的一個發言呢 我覺得是真的是荒唐 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天的律師他會提出來 這些的東西用三項只有一項過 表示這個呢實質的部分是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荒唐到極點了 證明了任何一個人進入到了政府機構 要說謊話的時候 他就可以践踏自己的專業 我不客氣的說羅秉承這件事情 他所說的話 是連大一的法律系學生都可以撥回他的 非常的可惡啊 其實行政法院他判的就是人民跟政府機關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那這個政府機關呢 通常都是那個法律的主管機關 通常來講法院多少少 你還是要尊重人家主管機關 對於這個法律的解釋權 所以他為什麼會比較偏行政部門 因為那個主管機關如果是這樣解釋 因為從立法然後到立法院的答詢啊 三審的過程 行政部門都參與嘛 所以理論上來講他應該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法院通常會比較尊重主管機關 第二個是呢 因為主管機關呢 他這裡面法律通常會有一些 你不可能每一個字都把每一個案件的狀況 都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就會有所謂的這個行政裁量權 那在行政裁量權的部分 那法院一定都是尊重行政機關的 所以當行政法院在判決 你這件事情是錯的 要撤回的時候 我告訴你就是你 要不就是呢 你有嚴重的引用條文錯誤 要不然就是你嚴重的違反立法意志 或者是像這一次程序錯誤 程序就出現了極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麼為什麼我講說這件事情叫嚴重 因為如果行政部門對自己的法律都不熟悉 出了這麼大的一個問題 被行政法院判決敗訴 通常就是這個機關你就要好好地檢討了 因為你一定是你自己主管的法律 你自己都沒有搞好嘛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講說 現在這個大律師 大大大律師 果然就是什麼樣子的就是 黑白都可以被顛倒的就是律師 我真的不客氣地講 我覺得法律界的人要好好地去批評一下 羅秉承 你要在我們在司法界 大一的法學序論 上課的時候呢 第一堂課就會講說 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所以你程序一旦扭曲了 我告訴你跟你保證百分之百沒有實質正義 今天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就是那所以今天羅秉承還在跟你玩說 程序是什麼什麼實質是如何如何 我告訴你沒有程序正義就沒有實質正義 你去問大一的法律系寫生 不就是這一句話嗎 而且這件事情最遏止的地方 就是你本來我是不抱希望的 我就覺得說第一個當然政治力介入的問題 還是很嚴重嘛 第二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通常來講行政法院比較尊重行政機關 他有行政裁量權的一些問題 所以如果是屬於行政裁量權 就實質審查的部分 行政法院是不會介入的 而且這又是獨立機關 我們的律師說獨立機關 基本上要我們要告贏的機會只有一趴 是其實比例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他要尊重你的行政裁量權 所以他絕對不會進入你的實質審查 就你實質上去認定說 什麼樣的行為是違法 什麼樣的行為不違法 他其實基本上不願意幫你去認定 他就尊重你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權 今天的問題就是你惡搞 你今天 首先他這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嚴重的惡搞 第一個就是 我今天要裁罰你有沒有違法的時候 我獨立機關嘛 我要先經過諮詢委員 那諮詢委員 16個委員其實理論上要一半以上 所有的會議都一樣 委員沒有一半以上出席就留會了 哪一個會不是如此呢 對不對 你去把我們開會的會議 民主原則當中第一個 就是一半的人要參加 沒有一半的人出席 他也能夠開會 然後16個諮詢委員 只有四個人認為應該要裁罰 他也能夠裁罰得下去 對 這就是太荒謬了對不對 你就知道他獨裁到了一個什麼樣子的程度 所以我先製造了大量的裁罰案件 我現在講製造這個事情 這是有所憑據 因為已經九個案件都被行政法院判定說 這個NCC的裁罰是無懼的 對 是有問題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前面先製造了一堆的裁罰案件 後面 哎呀我即便製造了這麼多的裁罰案件 我都發現說糟糕 按照我的標準我沒辦法裁 沒辦法撤照耶 怎麼辦呢 我在審查的前一個禮拜去修改規定 我就 哎人家打籃球的兩個隊 都已經準備要上場了 然後你突然修改規則說 有一邊可以六個人上場 可以這樣子嗎 他就立刻修改規則 就硬搞啊 我記得2020年11月 那時候我還是站在這邊 那時候就抗議過啊 說你怎麼可以 對啊 就審照的前兩聲 打造一個 我製造了這麼多的裁罰案件之後 我終於可以用我製造的裁罰案件的數量 然後說你違法 所以你看前面的裁罰案件 就是製造裁罰案件 然後到後面還要修改規則 你就知道他遏制到什麼樣的程度 如果不是因為 依照你原本的標準 而且現在這個標準 你根本也都不可能達到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前面有很多 是被製造出來的裁罰案件 現在一一的被撤銷了嘛 所以你前面先製造裁罰案件 後面再來修改標準 遊戲規則 你真的是 搓搓搓搓搓搓搓到幾點 羅秉承還敢講這種話 你有沒有臉回法律界 我真的要問一句 你有沒有臉回法律界啊